一年一度的搞笑诺贝尔奖 来了 今年又有哪些研究获奖呢 日本的研究团队靠着越大的门把 需要越多手指头才能够转开 获得了工程奖 美国兵州的团队则靠着 小鸭为什么会排成一排游泳 获得了物理学奖 答案是排成一排 后面的小鸭滑起来最省力 爱丽保大学的研究原则 找出了法律文件很难看懂的原因 不是法律用以太难 是写作方式太烂了 其他还有便秘会影响到 蝎子交配 玛雅文明的淘气 显示当时的人会灌场等十足获奖者 所有获奖者可以获得一张 印有牙齿图像的3D直卷 跟一张面额10兆元的星巴维币 想看更多按赞加分享